苏美火箭弹从加萨大举射出 全都锁定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地区 火箭发射后在天空留下疏导烟痕 CNN记者同步感受惊险瞬间 还紧急在直播中通报另一处的记者 呼吁赶紧避难 当时两位记者都在非常靠近边界的位置 尽管知道有铁穹防御也担心有漏网之鱼 哈马斯当天曾下达最后通牒 要阿什克隆居民在下午五点前全部撤离 果然时间一过哈马斯上百枚火箭弹大量发射攻击 台拉围赴上空也能听见拦截炮弹时的巨大声响 当时一场媒体记者会还因为警报声被迫中断 更多哈马斯先前突袭以色列村庄的残暴行径 并在镜头曝光 这段影片拍下哈马斯故意朝防空洞丢直手榴弹 躲在里面避难的民众凶多吉少 CN记者之后重返相同地点 发现现场不止一团乱还飘出血型恶臭 为了凸显哈马斯屠杀恶行 以色列国防军带领多家外国媒体 前往卡法阿扎了解屠杀后的惨况 当中一些哈马斯成员 以滑翔伞闯入大开杀戒 现场有大量妇孺 长者遇害 还有小婴儿遭到斩首 镜头前以色列女子声泪俱下 因为她在脸书上看到自己的奶奶 遭哈马斯杀害的过程 她说哈马斯杀人后 故意拿死者手机拍片 并上传到当事人脸书账号 亲戚间透过这种方式 直接目睹家人遇害 虽然以色列火力强大 但哈马斯显然没有弹尽圆绝 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酿成上千名以色列人死亡 联合国也有九名工作人员遇害 耶路撒冷开始有志工协助挖坟 希望抗敌的同时 遇害者早日入土为安 烈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